勇士对这个赛季依然很强大 五星连珠也大有剑职总冠军之势 但是到今年夏天 杜兰特 汤普森 格林 考新斯等四人都将面临续约问题 困扰着勇士管理层 尤其是杜兰特势走势流将直接影响着联盟的格局 杜兰特已经在勇士证明了自己 两次帮助球队夺得总冠军 并荣英FMVP 以他目前的实力排名 说是联盟前二的人物毫不过分 库里 詹姆斯 保罗等巨星 都与球队签约了四千万左右的年薪 所以按常理来说 杜兰特的新合同年薪不会低于这个数字 并且KD曾两度为了勇士队降薪 勇士队随对记者爆料 杜兰特多次表态 这一次不会选择降薪 相信勇士队也不会执意要求他降薪 毕竟杜兰特目前仍处在生涯巅峰 留住他也是留住了球队的未来 所以勇士预计会不惜代价许约杜兰特 给他一份大约五年2.05亿的巨星合同 略高于库里的五年2.01亿 勇士队主教练克尔表示 如果勇士能够留住杜兰特 勇士队极有可能超越当年的那支 在乔丹的带领下两度三连贯的公牛队 由此可见 杜兰特对于球队的重要性 他是球队夺冠最大的帮手 本赛季阿杜在场均35.4分的上场时间里 可以得到27.4分 6.7篮板 5.7助攻 投篮命中率51.3 在得分榜上高居第四 效率值依然可怕 不得不说 克尔预言勇士超越公牛的想法确实很大胆 不过要是本赛季勇士成功未免 杜兰特将坐上联盟第一人的宝座 毕竟勒布朗·扎姆斯至今还未完成这一三连贯的神迹 勇士队要是能保存夺冠阵容 并不被伤病击倒的话 或许还能统治联盟更长的时间 获得更多的总冠军 但是有一点却非常尴尬 库里和杜兰特都拿着4000万的巨星 球队账房吃紧 给不了其他三位巨头想要的 肯定会有人被迫离开 格林和考新斯的可能性都比较大 NBA在2020-21赛季的工资贸是1.18亿美元 奢侈税限是1.43亿美元 看来五星解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不过球队还要付给一个达拉·里文斯顿 其他十几名队友工资 下赛季的奢侈税估计又少不了 下赛季的奢侈